在澳大利亚大都的另一头 有一片广袤淳朴的世外桃源 西澳 这里不曾被人熟知 但只要踏入这片土地 你就会被这里灿烂的阳光 丰富多边的地貌 热情的当地人 还有闲时平静的慢生活所吸引 沿着印度洋公路从PERS向北自驾 你绝对不会错过这片 洁白如雪的南斯林沙丘 不同于北非撒哈拉大沙漠的 昌凉壮阔 也不像新疆塔克纳姆干沙漠的 绵延无际 这片澳洲最大的白沙丘 纯白如雪 看起来就像是一片极地冰原 这个南斯林沙丘 距离海滨仅仅数百米远 驾驶四轮驱动车在沙丘上驰骋 右手边是蔚南的海洋 左手边是洁白的沙漠 强烈的对比在这里融合得非常自然 我今天被风吹的 简直是一个这样的往后退 哇哇哇越来越高了 感觉我要掉下来了 南邦国家公园的尖峰石镇 是西澳的一个必打卡的景点 数千根巨大的石柱 直直地插在黄沙之中 这里常常被形容为最像火星的地方 在太古时代 这里曾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在经历了数以万年的风沙洗泥后 森林渐渐枯北 沙地沉了下去 风化数百年 着雨石化的枯木 成为了耿耿高雄的石柱 当你漫步于这些神奇的石柱中 一定会忍不住因为这与众不同的奇景 而再三确认 这里真的是地球吗 奇形怪状的石柱高低错落 犹如古代战场的布阵 犹如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世界 奇幻震撼 塞万提斯是距离尖峰石镇最近的小镇 以繁忙的捕虾业闻名 所以也有农虾小镇的外号 如果对捕捞澳洲大龙虾有兴趣 可以来这个农虾工厂 Nobster Shack 去参加这个工厂的Factory Tour 但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不巧 因为海上有那个storm暴风雨 所以今天它就没有这个ture 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今天的新鲜大龙虾 没有 去年龙虾工厂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有一个平静的咸水湖 叫塞提斯湖 这个湖拥有两倍于海水的盐分浓度 这给地质叠成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里的特色就是湖边有种半球状的石窟 这是一种有着上亿年历史的古老军类 在高盐分的湖中不断被结晶 形成的活石头 我们今天从破死出来往北 一直看见下雨又一直出太阳 一直又看见彩虹 今天这已经是我看到的第四道彩虹了 明月高悬太阳还没有出来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八点就睡了 这个小镇人口很少 寂静无声 我们就是连一只海鸟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今天我们继续往北 前往卡尔巴里国家公园方向 我们开车开了两个小时 就到了这个杰纳尔顿的墨尔灯塔 这个呢是杰纳尔顿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这个塔高是34米 它的光速呢可以看到26公里远的海面 这个也是澳大利亚最高的金属灯塔 杰纳尔顿的这一片海也好美呀 你看今天完全是没有风 但是海上也有三尺浪 位于杰纳尔顿古墨尔大道 有一座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西里二号的纪念台 二战期间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西里二号 与德国高伯伦号巡洋舰交战时 不幸沉没 船上的645名士兵全部遇滥 这座弧形的追忆墙 墙体是用黑色的花岗岩组成 墙面上刻有645名海军的姓名 弧形的墙体设计象征着祖国的臂膀 拥抱着为国献身的海军们 纪念台的中心是由7根柱子支撑的半圆形的拱顶 拱顶是由645只不锈钢的海鸥组成 它们代表了每一个在这场战争中遇难的海军 在追忆池的底层有644只海鸥 中间的那一只最大的海鸥 指向的位置代表了西里二号遇难的地方 旁边就是精度和纬度的数字 纪念台边上的这个旅行雕像 象征着所有等待自己心爱的男人 或儿子或父亲 从西里二号追来的女人们 距离杰纳尔堆小镇一小时车程的粉红湖 Hot Nangu 是我此次需要之行最期待的一个景点 你看这里就是粉红湖 南天映着粉色的湖美轮美奂 粉红湖是咸水湖 富含度是岩藻 可产生大量类胡萝卜素 因此湖水具有非同寻常的色调 并会随着季节和时间而变化 有时粉的像泡泡糖那样梦幻 有时形现出淡紫色或红棕色 这里就像是上帝吹了一个粉红色的泡泡 可以装下你所有的梦幻少女心 在一片渭南的海岸边 粉红湖如同娇羞的新娘 依偎在大海之盼 浪漫迷人 就在我们拍照的这几分钟里 粉红湖的湖水变得更粉了 因为这时候刮风了 你看湖面上波光淋淋 已经泛起了有一点点水化 分开的湖水变成了一格一格的调色盘 有的地方干涸了 留下粉色和白色交缠回旋的痕迹 仿佛上帝刚用墨饼搅动的一番 这个赫特河公国我对他非常好奇 专程跑过来一趟 这是一个位于西澳境内 有着50多年历史的已经消亡的私人国家 这里呢大门紧闭 貌似不能够进去 但是根据导航 我眼前的这片房子 应该就是前赫特河公国的所在地 1970年4月21日 农场主伦纳德和他的庶民追随者 宣布他们所辖的75平方公里农场领地 从西澳脱离 赫特河省公国正式成立 但澳大利亚和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 都从未在官方场合 正式承认过这个国家的存在 2020年 这个赫特河公国 也因新冠疫情限制了旅游业 而宣告破产 国家被解散 土地将被出售 成为全球首个因新冠疫情亡国的国家 从崎岖而缤纷的海岸线 到原始而出广的陆地 在辽阔的西澳 我们总能邂逅不可思议的大自然 和那些有趣的故事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